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古今趣谈》 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投资靠股票 但是赚钱要靠option 那么到底这个option是怎么样赚钱 然后option有没有风险 option这里面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好 我们就请出中小企业管理顾问David Sun 好 David 欢迎你 好 谢谢Daisy 所以Daisy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齐全是用来赚大钱的 是吧 其实坦白说也不一定 那为什么要交易齐全呢 其实齐全跟股票的操作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的思维要完全改变 或者可以说齐全就是一种股票的交易行为 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让你突然赚很大钱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齐全是有实现的 如果你最近有看新闻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这个佩洛西老太太的这个齐全交易 被全世界拿上来检视 有些人就金刚摸不着二脑 说这什么玩意儿 看不懂啊 80几岁的人还买长期齐全 但有些人呢 就说你看他这个价钱你就懂了嘛 对不对 他的价定很低 甚至都已经是在那个目前交易价的下面 为什么呢 其实这有很多很复杂的理由 所以基本上齐全是又可以让你 作为一个一般的投资管道 但是也可以让你在短期内致富或者产赔 看你怎么操作 那么请教一下 一般什么情况下用齐全呢 这个是我去年底的时候做的一个齐全的交易 那当时呢 我就这个英语上面讲得很清楚了 You bought opening transaction call 就表示我买了一个call option 什么股票呢 quantum scape 有听过这个节目 或者是有再注意股票的人 一定都听过这个公司QS 这公司被我取笑的体无完肤啊 就是几个人在一个小实验室里面 在San Jose了 而且还不是非常精华的地段 搞个公司上市了 就是因为有些这个像Bill Gates 等人啊 投了点钱 说做下一代的超级电池 结果后来就发了 疯涨 OK完全没有revenue家公司 不讲这个了 但是那个时候啊 我纯粹是因为看它的图形 它开始在往上冲的时候 有大量的买器 那个momentum非常强 然后它就造成了好像一般来说 左侧交易的这个很经常看到的一种像波浪一样 到第二波第三波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不行啊 这一定要搭上这个车 但是我也不敢买它的股票 为什么不敢买呢 很简单 那这类股票呢 你要买多少吗 你买好像你买个几千块 没意思嘛 对不对 如果它接下来只涨个10% 20% 它不一定会double triple嘛 对不对 翻倍 那你说你买多了 买个什么三五万啊 十万 你不敢啊 这公司多可怕啊 我们给你在google map上面 你去找找看 quantum scape 吓死你啊 怎么会是个几百亿的公司呢 不可能嘛 好 那最后我想说 那就是齐全 为什么齐全呢 你看我这个齐全非常小啊 我才丢了一千两百多块下去 所以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第二天呢 一败涂地 一千两百就没了 就送给你当交学费 对 而且也不太可能说它会跌到零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是12月的齐全 我是赌说 在2月19号之前 它会超过60块一股 那当时呢 四十几块 其实也没差那么多 我想说 这个因为还时间比较长啊 所以就读读看 也不会说跌到零 如果两三天之内 哇 怎么跌到什么40块 跌到20块 它可能就是有个几毛啊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 卖个什么300块全身而退的 那我的要求不高 这个纯粹是好玩的 好 那我就买了 价钱是2块5 买了5张contract 每个contract就说 你愿意在2月19号时候 买入100乘以5 就是500股的quantum scale 当然我实际上没有要买了 我只在交易这个期权而已 好 看了啊 买了 然后这是12月8号 接下请看12月10号 同样的5个contract 当时的价钱是16.5 两天 这一票就赚了660%的成长 实际上收入就将近7000元 两天 那你说David啊 你不是每天搞一个这个 你就不用上班了 什么不用上班啊 就变股市大户了 对吧 一年200天 下了100万 我说哪那么容易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少的例子啊 这么快速的 因为他股票涨破了60 所以期权的价格很快就暴涨 这就是为什么期权让人很爱 因为你的确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够达到很大的一个营收 那你说如果是那个胆大的人 投1万块下去 不就1比7万块两天 很过瘾是吧 好 那接下来看 你觉得这很棒了 这个其实不算什么 为什么呢 同样的5个contract 记得 我等于是说 2月19号 我可以用60块买到500股 那如果这个价钱已经到了70几块 它当然就是期权的价格也会涨 那说 那如果这个股票继续涨的话呢 我当时交易的是这个window啊 这个窗子基本上就在12月8号到10号 我把它框起来 但是你会注意到它跌了 之后我很庆幸 我说好险期权卖了 要不然的话就被套了是吧 可能不会赔的太多 但是也会赔一些 但是呢 结果不是这样子 你如果看后面的话 就像风涨 第三波的出现啊 就彻彻底底 把我击败了 为什么呢 它这个齐全 同样这个齐全 在几天内涨到了70块一股 也就是说 当时我这个齐全可以赚到28倍 一笔 从1200多块 可以变将近 4万 我自己都要想一想 这是不是有没有搞错了 3万多 我这个算得好像有点错误 对不是 不是3万8千 应该是2万8千多 2万8千多的收益 是28倍 所以这个就是齐全令人爱的地方 齐全啊 它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啊 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在呢 来普及一下啊 这个一年级的基本常识啊 因为这个齐全里面有好多名词啊 弄得人晕头转向啊 什么you call you put 而且呢 这个齐全有买涨的 有买跌的啊 能不能给我们来顺一下 到底这些概念都跟什么相关 怎么样用 讲到那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操作方法 就是说当你期待这个股票会在短时间内 我非常强调这一点 在某一个时间内会上涨的时候 那为什么当时第一个我看图形 第二个这个公司的那个 实在是炒太火了在媒体上啊 所以我相信很多散户会去追 第三个就是年底 年底就是有那种心情 经常有些股票会时候就可以用齐全 然后用比较小的资本进去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call option the right to buy 那如果当你说哦 我2月19号 肯定60块能够买到这只股票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买了这个齐全 就是在这段期间内 可以买这个股票的权利 那就表示说当天如果股票500块 那个人也得60块股票卖给你 对吧 所以就说call option就是在期待股票会涨 这个put option就是你期待某一个东西会跌 如果你觉得说这个quantum escape到了100多块的时候 这更不可能继续涨下去嘛 我就一定要追进去 买一个put 然后赌他 比如说你赌 他到了2月19号一定会到60块 也是一样 那如果他跌破60块 哇那你这个收益就非常可观 这个都是这样子 那call跟put基本上就相反 call跟put的 the loan的情况 通常都是 我再强调一次 你觉得在短时间内 他会有大的动 但是坦白说也不一定 因为你可以买长期的齐全 就像佩洛西老太太一样 他买的就是什么2022年的 有的时候我也有些朋友呢 买那个非常长期的齐全 因为他们不等 或者不指望说这个股票太快的会涨上去 你也可以买长期 或者是你真的就觉得说 这个股票短时间会奇葩式的暴涨 那你买长期点 短期点都无所谓 反正你一定大涨 所以不同操作 不同情况 就看你的目标是在哪里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提醒吧 是不是你认为是不是 人人都适合做齐全 特别是对这个出处茅庐的 这些刚刚在古海当中 没翻腾几天的这些人 那么都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两个字 timing 去年有许多人在齐全上面 赚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的动荡很大 你想想看 如果你挑了十只股票的这个齐全 然后呢 你一半赢 一半输 是吧 那你输的那一半呢 你就像大尾一样 止损一定是一半 一半我一定出场 那另外那一半呢 如果都暴涨了 对不对 都是double triple那样子 像我刚才那个quantum scale 那个搞法 那你想想看 你这是十只股票 而且你看十只股票 你还一半都选错了 对不对 一半是对的 哇你这个net就非常 丰厚的一个报酬 一笔进去 一笔出来 哇听起来很棒 是吧 可是我告诉你啊 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就那股票得动啊 股票如果不动的话 你再厉害 你选的再对也没用 如果他给你动个什么 三毛五毛一块的 那也没意思 因为齐全 你想想看 我现在12月 我买2月的 当我2月的一天一天 更接近那个 12月啊 12月接近2月 也不过就是啊 三四十个交易日 你在这些交易日 每一个交易日 你没有到达那个目标 你的齐全基本上 价值就稍微低一点 这个是个很复杂的 呃 课题 但是我基本上我觉得 理论上或者一般来说 你逻辑上想 应该都可以想出来 就是说 越接近那个时间啊 你这个齐全就越来越不值钱 除非你是已经到了那个 定的 一定的那个价格啊 所以timing 在齐全来说 真的是everything 哇 你说啊 大伟你 前几次节目讲的都是啊 保守啦 买这个大型股啦 什么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会突然又讲到这个呢 啊 这个不是正好是相反吗 诶 我再秀给大家看一个玩法 特别也是讲到了这个 为什么timing是很重要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这是一个钢铁公司 这个好像目前是以生产量是全世界最大的 是一个印度人主导的跨国企业 那我是非常相信说 他一定是呃 勘账 所以我在12月19号的时候呢 就买了一个 我当时是大概20还是18块左右吧 然后我就说他会涨到25 他到3月嘛 给他3个月的时间其实还算蛮长的 所以就是一个call option MT 25 OK 0.79对吧 一开始呢 哇 这个timing真是非常的perfect 你看 这个是 他的 价格啊 所以我大概0.76的时候买到 0.76 那个那一代买到 然后他就啊 一直慢慢涨慢慢涨 慢慢涨 涨上去了 对吧 看起来还可以吗 呃 但是呢 如果你看金这个当时那个价钱 跟今天的价钱说哎 你怎么0.79 0.76 那个股票不是涨吗 那你怎么还赔呢 这就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我拖太长时间了 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买进去的时候呢 他的确是比较低 但后来他涨得很好 涨到某个程度呢 他就说喂我最高的时候啊 赚了340% 然后呢 呃三倍多啊 就这一张单 那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可能还要多涨一点 因为我觉得MP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它的股价通常不会动得太厉害 结果就在我说完这个 我自己对自己说 完了以后呢 连跌两周 基本上没有一天涨的 天天都在跌 所以呢 就你看 你看上面这个图形 它就跌跌跌跌跌 一路就跌到现在了 可是你如果说现在 你看这个价钱 跟我当时买的时候啊 其实股票是涨了30% 但是 我如果看 Option的价钱 Option怎么只涨了5呢 这就是时间问题 因为呢 越靠近三月 一般人就觉得说 你这股票根本就不可能25块了 你到现在还在那2122 这样的搞 是吧 所以你的Option 就越来越不值钱 最好的操作的方式呢 就是在 它顶 开始往回走 大概 走到一半的时候 第二个高峰往下的时候 我就应该把它卖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timing 你如果要玩 齐全的话 特别是这种 很短期的齐全 那你最好是很爱看盘 你最好是一天到晚都在看 当它有这个快速的下 或上的时候 你动作要快一点 要不然你就失去一个盈利的机会 也是因为这样子 这齐全的玩意儿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为什么爱呢 就你真赚到钱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过瘾 而且很快 但是呢 你要赔的时候 一种是 啪就跌了 血本无归 那就算了嘛 对反正就cut loss 一半出场 那还算好一点 还有这种就是阴跌 然后或者是说莫名其妙的 明明我涨了 我猜对了 怎么还涨 就是这样 齐全呢 还有一些更奇怪的情况 我像我下次节目再讲好了 因为讲到这个GameStop GME每个人都知道这是股票 但GME那个齐全和股票的价钱 简直是完全背离 有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 到时候有兴趣 总有一天会讲到它 齐全呢 还真不是是个出出茅庐的人 就能很快掌握的 第一呢 就是我们要有足够的tension 足够的时间去tension 而且呢 要有足够的education 所以呢 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呢 一定要把homework先做好 至少呢 要跟踪我们接下来以后 在这个话题上的 进深一步的一些解释 一些我们一些探讨 这个我们天下第一期书里面 不是告诫我们吗 这个不劳而得之才 必然消耗 所以呢 我们对待期权呢 要把它作为一种 我们股票投资的一个保险 就是止损的一个措施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 以一种赌博的心态 就想急速的一业暴富 发财 这样 好的 再一次感谢大为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